朝美河内峰会戛然而止 美国总统克朗普也很快回国 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留在了越南 继续对越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西方媒体注意到金正恩此次出访 朝鲜国内媒体的报道与过去相比很不一样 金正恩此次越南之行在朝鲜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尤其是朝鲜媒体的报道方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也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关注 路透社指出 以往金正恩出访一般要等到他回国后 媒体才会发布消息 但这一次朝鲜电视台 报纸和通讯社的反应速度明显加快 每天都会更新报道 将前一天金正恩的动向及时传达给国内民众 此外朝媒对金正恩出访的报道形式也更加多样 2月26日朝鲜中央电视台就播出了以民众祝福金正恩出访为主题的歌曲 美联社还指出